嗨 大家好 我是凱希 我是Louis 我們現在在隔離 我們在隔離飯店 然後現在是我們第六天 今天我們要給你們看 我們在台灣的隔離生活是怎麼過的 好 三六點八 三六點七 已經吃完早餐 因為Mia四點就起床 她還在時差 沒辦法 她現在在睡午覺才早上十點而已 我們還在嘗試慢慢幫她調整 因為不可能一次轉回來 因為沒辦法 但是這一次好處是我們的窗戶很大 很多自然光 所以還ok啦 我覺得挑的比較好一點 這一次 然後今天我們要做我們的PCR Yeah 他們會來我們房間的門 所以不用出門坐計程車什麼的 我覺得至少比較方便一點 好 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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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 good job good job oh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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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要搭一搭就搭一個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剛做完我們的第六天的PCR 我覺得還好 其實 可能因為我們做了太多次 所以現在已經習慣了 我們住的防疫旅館是 新竹市東區的 因迪格酒店 因迪格 我們會選這間是因為 Kelsey很重視Mia在隔離時候的狀況 因為我們覺得隔離 對我跟Kelsey來說很容易 但是對Mia來說非常不容易 所以Kelsey在網路上就找到一個 親子友善環境 相當不錯的防疫旅館 因為我希望他會 有一點空間可以爬來爬去 因為他剛學會爬 很讚啊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訂那種非常小 然後可能沒有窗戶啊 什麼的那種 地方 對他來說會很痛苦 然後我們也很痛苦 因為他會不開心 住到現在我們覺得環境我們相當滿意啊 很棒啊 我們這次住的是他們的樓中樓房型 所以空間真的很大 一進門的左手邊 就有一間浴室 外面有洗衣機 這對於我們要防疫七天來說 是很好的消息 再往前就是一個很寬敞的客廳 那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它是一個親子友善 做得相當好的隔離飯店 所以沙發的旁邊有很大的 兒童可以遊戲的空間 飯店也特別準備了 玩具可以讓小孩子玩 一進門我看到這些玩具 我覺得很開心 對因為小孩有新的玩具可以玩 他們就會比較有興趣 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到了樓上就是我們的臥室 因為他知道我們 蜜亞才八個月 所以他特別幫我們準備了床尾 然後樓上的浴室很大 乾濕分離 馬桶是高科技的 真的很高科技 你有去踩它下面嗎? 超誇張的 有浴缸 也有特別幫我們準備嬰兒的浴缸 所以 以這樣的環境來說 真的是非常滿意 對啊 就完美啦 隔離的時候真的很怕 會覺得很悶 然後不開心嘛 但是 我覺得住這裡比較像你住在一個家 對 你要教我一個英文 就是 之前我們在 加拿大隔離的時候 住在你姐姐家的樓下 他們家剛好 底下窗戶比較少 所以我們都有點被悶壞了 Cabin Fever Cabin是木屋 然後Fever是發燒 所以就是你被灌在一個小木屋很久的話 會覺得很悶 這個意思 對 所以就是很適合隔離的時候的心情嘛 但是我們在這裡 有很大的落地窗 然後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直接可以看到國道一號 我們之後 結束隔離的時候 就是走那個回台北 再兩天 總之就是風景很好 然後採光明亮 所以這一次我們很開心可以跟Indego合作 如果你們也在找防疫旅館的話 我們很推薦這一間 真心推薦 不是因為業配 OK 你們可以到下面資訊欄去看他們的網站 相信你們也會喜歡 還有他們的IG 他們其實做得很好 所以我才會發現他們 我是先發現 比你還妄昧 對 沒錯 我其實是在IG 看到他們 才想要住這裡 然後就剛好有合作的機會 但是我本來就想要住這裡 隔離的時候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真的 現在已經快中午了 我覺得 不是隔離的時候 是有小孩的時候 原來是這樣 我有看別人的隔離生活 他們在那邊 拋咖啡啊 看電視啊 我就想說 哪裡來的時間 我真的說 他們提供餐 對我們來說是蠻方便的 比我們自己在家還方便 那剛好差不多要吃午餐 所以我們去看看今天有什麼 今天的餐有健康餐盒 然後五湯綠茶 還有沙拉 這個禮拜的餐我覺得都蠻健康的 然後好吃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如果你在隔離的時候 還一直吃那種 很不健康 很油的東西 你應該會覺得蠻不舒服的 所以 這個禮拜吃 很健康 然後很多新鮮的東西 像沙拉 水果什麼的 我是覺得不錯 因為我知道 大家在選方義旅館的時候 很在意彩色 所以 我有記錄這個禮拜的一些餐 可以給你們參考 誰起來了 嗨 嗨 嗨 你要吃飯媽咪啊 好 嗨 你這麼可愛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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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搭貓 耶 嗯 為什麼我們不能互相互相互相 愛你 好,那就是我們的隔離熱場 希望你們喜歡看我們無聊的隔離日子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你們隔離的經驗 希望事情可以趕快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還有訂閱 下次見 拜拜